每个房间装潢别出心裁还带有一点童趣感 随着家庭的组成人数多寡 还有对应的房型可以选择 由立陶宛社福机构妈妈联盟亲手打造的日间照顾中心 占地2000平方公尺 总共有11间公寓 除了基本的卫浴设备 电器家具 以应俱全提着一个皮箱就能入住 眼前所见的食物来自四面八方的捐赠 供入住的家庭免费食用 绝佳的地理位置距离儿童医院不到10分钟车程 让癌症儿童和家属不用再为了就医来回奔波 创办人曾经走过离爱之路 康复之后伸出援手帮助更多人 因此与好友一同创立妈妈联盟 不只帮助离爱儿童找资源也提供照顾者心理上的支持 从2008年创立至今已经帮助无数家庭 就在今年立陶宛宣布捐赠疫苗给台湾之后 来自台湾的善款瞬间涌入募资平台 原本过去平台上每个月平均募得300美元 但光在6月份就收到5万美元捐款 不只妈妈联盟 高风险怀孕中心也收到770笔来自台湾的捐款 另一个儿童癌症基金则是在6月23号起 短短不到10天内募得台币83万 台湾人报恩行动不只感动立陶宛人 也让这股善的循环能够神神不息 记者王伯恩郭俊林立陶宛采访报道 别忘了